那得教你如果一眼就能看透干爱时的女孩 记得点赞收藏哦 下一次啊遇到喜欢的女生就可以对照商讨啦 第一和一个女生对视 如果呢她的眼神啊有闪躲 但是你却看到她扭头过后嘴角微微上扬 有窃喜或者是害羞紧张的感觉 那么相信我她对你大乐率啊是有好感的 而且呢大乐率啊也会被你追到手 第二干爱时你啊就喊你 哥哥宝贝心爱的 这些亲密生物的女孩呢 往往都是带着一些强烈的目的性的 如果呢你想要和她们交往 那你要先想清楚 她们的目的才能顾面准时 但是如果一个女生呢 刚开始啊就跟你有一些距离 随着你们认识了解越来越深 她也跟你越来越好 就是这种情绪渐进的过程 一般呢这种才是一个正常的相处模式 值得深交 第三如果某性的生物呢是以A字母开头的 往往呢比较有心机 知道这样子可以排在好友列表前面 容易引寝别人注意 那如果呢她还在逆称的后面啊 接上她的号码 甚至头像是职业装 那么她罢概率啊就是房产 汽车中介教授或者是商家 第四刚跟你认识啊就什么都说出来的女生 那这种呢就是全盘突出 跟你说闺蜜的坏话呀 或者是小时候家里面的那一些 所说的破事 吐槽公司的老板 员工同事等等等等 又或者呢是自己的前任啊 感情经历 其实她不是喜欢你啊 只是因为孤独 第五当一个女生在看手机的时候 冷不叮的你看她一眼 她立马锁平 并且非常紧张地看着你 或者是故作镇定 说明啊她对你有所隐藏 第六你如果想看清楚 一个女生家境怎么样 经济状况怎么样 不要看这个女生的打扮 那就看她家里面 女性长辈的穿衣打扮 普通家庭的长辈呢 一般都比较节俭 穿衣打扮这方面呢 会比较简单朴素 而有钱人家里的长辈呢 往往和一些钱 前行心思去打扮 看起来啊 有那种高贵的气质 这是我们俗话术的副态 想知道更多的恋爱知识 那么关注我 我是娜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